我们一般说的那些东欧啊 差不多就是过去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吧 实际上还包括了中欧 这一块土地里边呢 有捷克啊 波兰啊 匈牙利啊 前南斯拉夫 塞尔维亚 科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 这边的人呢 多信奉的是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 很少呢 信奉伊斯兰教的 此外呢 还有是从那个苏联后来又分离出来的 什么乌克兰啊 摩尔多瓦呀 波罗地海呀 什么立陶宛啊 爱加尼亚呀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呀什么的 只是呢 这些地方啊 宗教的色彩就要淡薄了很多了 欧洲呢 还有两小块呢 是跟欧洲大部分截然不同的 那就是希腊和土耳其 希腊人呢 大部分是信奉的东正教 土耳其呢 是大多数是伊斯兰教 许多欧洲人呢 不太承认土耳其属于欧洲 呃 一个呢 是因为觉得啊 横跨了两周了 除了这个首都以外啊 其他的大部分你都在亚洲那帮了 但是土耳其跟那个苏联啊 一个毛病 就是都想说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 但是呢 这个土耳其在这个地方遭到了大多数人欧洲人的反对 这些国家啊 是由于这个宗教 语言 气候 呃 各个把什么地理啊 环境啊 历史啊 都特别的不同 所以你越在这儿住久了啊 你越会发现 他们在性格和文化上的差异也是相当相当大的 呃 你要说他们对这个社会啊 和什么国际上的这种认识上啊 那更是差异大得不得了 一般来说呢 就是南方人比较保守 北方人呢 相对的要开明一些 再一个呢 就是对待第三世界的人来说 不管你是欧洲 哪国的 他呀 都有那一种莫名其妙的 就是那种白人的优越感 呃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第三世界的人啊 被殖民惯了吧 反正是一见着这个大鼻子的啊 这西方人都有点犯处 哎 自己呢 也会不由自主的 会有一点点的那么那个 呃 好客或者是低头哈腰的 呃 再一个啊 可能就是在这个 文化或者是语言上啊 或者说你这个哲学上 你辩论不过人家 反正吧 就是老觉得矮人一截 此外呢 欧洲这块土地上啊 还有一块 哎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俄罗斯 这俄罗斯其实不是也是脚踩着两个大洲吗 而且呢 这亚洲那一块也是特别大呀 他这个风土人情啊 又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特殊风格了 但是由于这个政治原因吧 这欧盟死活也是 也不光是政治原因 真的 打这个多少年前起 他就想说自己是个欧洲 又跟德国人学 又跟法国人学 反正是一会儿又学欧这个宫廷里边盛这个学 盛行学德语 一会儿又学法语 恨不得啊 大家见面都不说自个儿的语言 全是说的是法语 以这个来这个证明自己是欧洲国家 呃 但是 求求不认 一说 他一说他自己是欧洲国家 欧洲那边说就不是 你就不是欧洲人 原因呢 这个让关于谦觉得啊 是欧洲人觉得呀 你这俄罗斯一进来啊 你这一亿多口子呢 我到底听谁的呀 你你那么大一国家 我们都那么小 全是一个嘎嘎一个嘎嘎的 你那欧洲全是那么小的一个 我们说话的这个话语全就没了呀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时候啊 戈尔巴乔夫就一再的建议 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欧洲大厦 哎 但是呢 真的是因为历史原因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提到这个俄罗斯 马上脑子里边就光想的是一个那个北极熊 而且这个北极熊还特别的霸道 而且这个北极熊呢 还对这个领土有一种就是那个 忍不住的那种渴望 他呢 也是自己觉得自己啊 确实是一个超级大国 而且呢 还高高在上了 以前也曾经不是把那个东欧 中亚呀什么的都纳到自己的版图里了吗 所以呢 他也作为作福也作惯 以至于呢 就是长期以来啊 许多的欧洲国家 包括就是美国什么的啊 都是觉得必须联合起来 我们才能够跟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大北极熊对立 就这样呢 等于是二战以后吧 有一直一直相似 其实不光二战啦 一直以来他其实就跟各个地方都关系不是太好 哎 他哪都掺和掺和 你像希腊呀 那更是了 他主要是 他一掺和进去 他就有那种领土的要求 所以很早很早啊 就包括中亚呀什么 全是因为这个 嗯 我以前你们可以翻译一下我以前讲过的就是 他从沙皇那时候就开始鼓励你往外扩张 扩张 扩张 尽管说啊 现在呢 冷战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人们所有的人还是心有余悸的 呃 尤其是那些一直受这个苏联欺负的那些东欧啊 巴尔干的那些国家啊 那更是从这个华约这个里边好不容易拔出来了 所以啊 都拼命的想往北约这个新的第一个这个军事组织里边挤 企图呢 就是要通过这个美国的保护伞来保护一下自己 你就可以想见啊 这个俄罗斯 那过去是得多巴头 另外呢 过去啊 一直处在美国保护伞下边的那这些西欧的 呃 反而呢 有一点想啊 摆脱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控制了 想呢 成立一个欧盟来保持欧洲的独立性 呃 这些啊 一聊起来 那就没完没了了 咱们呢 就不聊这个了 咱们呢 就光说说这些国家大概都有些什么风俗习惯不同吧 呃 有趣点哈 举个例子说吧 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捷克军队呢 就曾经没开一枪 就直接投降了希特勒了 而波兰人啊 一直一直和这个德国人一直打到了最后 呃 结果怎么样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 很多人为此也展开过讨论 有的人呢 就觉得打心眼里佩服波兰人的应勇气节和爱国心 但也有人说啊 你说要是从历史的整体观来说 捷克人确实是立刻就投降了 但是呢 他的这个布拉格的那个皇宫算是保存下来了 而且呢 也没死那么多人 现在呢 每年差不多得有一千多个人吧 跑到布拉格去一看啊 简直是古老的那个建筑啊 都保留下来了吧 那么多人去那旅游去 而波兰呢 炸的啥都不是了 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还死伤无数 呃 所以啊 你现在去波兰旅游的 那肯定是要比去捷克的少的多的多的多了啊 这种呢 但是对这个中国人来说啊 就觉得这观点不对啊 那既然是投降了嘛 那要么就是内奸 要么就是叛徒 那是不能原谅的呀 但是啊 在欧洲 他们一议论起来 觉得你在历史长河里边这么一算的话 可 这个投降好嘛 还是反抗好啊 一直一直都在争论当中 这个也能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欧洲人 他对这个民族这个概念 或者对国家 或者对城邦这种概念 他是 有跟咱们完全不同的认知 所以我们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另外一个国家呢 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啊 过去在中国报纸上啊 永远是把他跟波兰捷克连在一起的 哎 觉着呀 性格也应该是在一起的 其实不是 匈牙利那又是另外一种性格了 首先呢 是这帮人的那个语言啊 特别复杂 他呢 在历史上啊 应该说是被蒙古占领了很长很长时间 传说中呢 有很多的这个匈牙利人的血液里啊 那个直接就流的就是蒙古人的血 所以啊 你像那个匈牙利里边的很多的语言里边 他有好多是那个词啊 直接就是蒙语 你可以说这上面说的这几个三个国家啊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 他虽然说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啊 民族性不一样啊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俄罗斯的长期控制下以后啊 现在 他们普遍就有一个是 就是对俄罗斯人极为的反感 可是啊 这个关于谦 他到这三个国家去玩啊 他就发现 他就有点不利了 为什么呀 他因为他只会说俄语啊 本来他还觉得 我跟你们说俄语 你们听得懂啊 你应该高兴啊 是吧 你也不用翻译了 这下你看 我能跟你们能够交流啊 可是啊 每次他尝试着跟人家用俄语啊 跟人搭枪啊 什么这那的啊 就会发现 人家是用一种仇恨的眼光 那么 一言不发的就那么看着他 甚至啊 有的人就直接拿手这么一抹脖子 就那意思 你跟我说俄语啊 你让我说俄语 你俄语不如把我杀了算了 所以啊 关于谦就想 他们干嘛这么仇恨俄罗斯语言呢 也许就是因为啊 这个苏联士兵啊 太那种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了 他不光是在这个民族风俗习惯上啊 会歧视你 在政治上 那真是压迫的非常厉害的 这个不单单是这个二战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波兰这个国家吧 他那个地理位置就是处于欧洲的中部嘛 呃 要不然就有一个特别恰当的一个说 他就是欧洲的那个苏联门口的那个一个擦脚布 走进去蹭他一下擦一下鞋 回去的时候又在他身上擦一下鞋 哎 就是那门口那个脚垫 欧洲啊 这个一千多年来就关于土地啊 争啊争啊 凡是跟俄罗斯有麻烦的 首当其冲 那就是波兰 就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那个邦普啊 和这个徐州 哎 一打仗 这徐州就是兵家争夺之地啊 所以呢 有一次啊 这个关于谦 从这个波兰的那个 叫什么呃 弗洛斯瓦 弗洛斯瓦夫到这个华沙 大概也就三百六十公里吧 其实没多远 可是呢 由于他们不太熟这个路啊 那时候也没什么高速公路呢 就呢 就找了一个比较斯文的 而且有点礼貌 而且呢 还特别爱说话的一个波兰导游 哎呀 这个波兰的这年轻人啊 就开始了 呱呱呱呱呱呱 一直还真是太爱说话了 从他们家家世 一直说 从那个祖父啊 父亲啊 怎么被这个苏联军队给驱赶啊 完了背井离乡啊 完了后 一直说 说 说 说到二战结束 即使啊 到了二战结束了 到了这个波兰 终于独立了 仍然是波兰没有一点点的安全感 尤其是啊 家庭里边也很少有那种欢乐的感觉 此外啊 这个小伙子说啊 他的那个外祖父啊 从小就是你能感觉出来是那种非常消极悲观的那么一种人 郁郁寡欢的 甚至到最后啊 老头直接疯了 大概也是因为啊 就是当年的苏联把他的这个小儿子的生命给夺走了 苏联和苏联士兵啊 对波兰来说 就有点像是一个魔鬼的化身 而且呢 这个魔鬼一直就虎视眈眈的就那么盯着他 一说到这个苏联啊 这个年轻人就咬牙切齿的 其实呢 按说啊 这个波兰啊 苏联那时候对他来说啊 应该算是最不受气的了 他起码呀 还是跟这个波兰的这个当时的那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啊 跟这个苏共的领导人关系还是挺好的 这个捷克和匈牙利就不一样了 那是跟这个苏联一直是耿着脖子的 苏联的军队啊 就曾经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匈牙利啊 什么布达佩斯就已经镇压过了 那捷克就甭说了 咱们那个什么 布拉格之春 甭管怎么样啊 只要你那里去一提到苏联 全都是一分填膺的 这种故事啊 你只要是跑到东欧去 也不光是什么波兰的 捷克尔匈牙利的啊 你跑到那个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你全都能听得到 反正就是对苏联人全都是恨 至于对现在的这个俄罗斯啊 这些人呢 也都没好感 对俄罗斯人 甚至现在啊 开始也把中国也给烧上了 这个可能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了 呃 大概也因为呢 我们跟苏联啊 一直老是关系不错 哥俩好 所以啊 他们就觉得 有 你跟那么一个 这个北极熊关系那么好啊 你说明你这个跟他也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些国家啊 由于在历史上有这么长这么多的苦难 再加上呢 他们也很贫穷 所以性格上啊 跟西欧真的非常非常不同 这些国家呢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那儿的男孩女孩啊 都长得贼漂亮 龙祸也清楚 尤其是那个匈牙利人 那黑黑的眼睫毛啊 头发卷卷的 留着个小八字胡 特有魅力 波兰人也差不多 有一次啊 这个关于谦就跟他老婆去波兰的时候 就碰到了有一个特别好客 完了很闲静 安了以后呢 这个脸上还老带着微笑的有一个波兰的女孩 索菲亚 大概也就三十出头吧 这个人呢 女孩呢 不光是漂亮 那带人接物让你觉得呀 这哪儿都舒服 他跟他的老公啊 叫拉尔夫 都是那种波兰很典型的知识分子 拉尔夫呢 一看就是一个特善良的人 手里那老拿着那么一个烟斗 摆出一个老学究的那么一个样子 但是呢 你老看他拿着也不见得他老抽 他就拿 拿 老拿着 一看呢 就是那种波兰的那种抽老酒呗 这俩夫妇啊 能够说那么一点英文 这一点啊 已经在波兰来说很不容易了 因为那个时代啊 他们那时候成长起来的时候 英文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 只能够是在家里边自学出来的 说到学习啊 这个夫妇俩这个家是真不得了 你一进去我看 哇 满屋子的书 四壁 你知道吧 四周全是书 都给填满了 这个女孩呢 他有点像那个中国的女孩 一来呢 就先问你吃过饭没有啊 然后啊 一会儿就从厨师房里边给你端出来 热腾腾香喷喷的那种蔬菜牛肉汤啊 什么波兰式的那个肉馅的那种面团子了 有点像咱们那种 呃 呃 叫什么 嗯 北京叫什么来着 菜包子 哎 然后呢 又会拿出他们家乡酿的那个美酒 哎 直接就请你喝 总之吧 特别的好客 彬彬有礼的 而且呢 他们呀 对这个国际上的这些问题 也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很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 但是呢 对美国啊 他们不抱什么幻想 他们觉得呀 这个无论将来波兰以后发生什么事儿 呃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种客观的分析 很少会觉得呢 他们是那种感情用事的 一贯的就是我一个比较 比较客观 就是说呢 他们也可能是因为看书看的多吧 受过高等教育 呃 虽然说他们是百分之百的爱国者啊 呃 也反对这个俄罗斯的沙文主义 但是呢 他们也不认为美国现在的民主啊 就是最好的模式 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国家能够强大起来 然后呢 老百姓呢 能够稍微自由点 呃 生活呢 稍微改善点 这个呀 也确实在这个 呃 像这种小的国家 尤其是我觉得啊 美国的那种民主啊 现在真的有好多人都开始在反思 包括最著名的福山先生 前一阵子也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是美国的这个 这套他很 觉得自豪的这种美民主体系 好像在崩塌 处于一个历史的呃 关键时刻了 不知道 他说就是说不 他一直觉得呢 美国的这个民主啊 有他自我修复的一个功能 现在他没有看到这个前景 哎呀 所以啊 我准备最近呢 猛看一下关于福山呃 这方面的书 我也想补一补 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 前两天啊 我看了一个咱们正好 豆瓣吧 还是哪啊 Kindle啊 给推荐的有一本书 哎呀 我就被这个推荐给骗了 就说呢 咱们这啊 有一个人 跑到这个秘鲁去参加了一次 人家那个选举 怎么对这个整个过程啊 什么反思 这个人呢 作者呢 他是在牛津大学专门学这个 呃 政治的 专门学这些 哲学政治的 我想 哎呦 那说明这本书 他肯定会对这个 呃 秘鲁这样的南美的 尤其这个很著名的的人 人家都觉得民主在那儿死悄悄的那种 会有一些什么深刻的 或者是独到的 咳咳咳咳咳咽 parfois 剪文让我看一看吧 替着我了 真的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啊 它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那种 拽呀 拽那个文啊 我觉得它那本书 特别像一个散文 就是而且是那种 那个文青 特别唧唧歪歪的那种文青 那种拽文 另外呢 很少写的很少 很少关于民主的东西 它观察的东西呢 也特别的浅 特别的表面 我觉得要么是它写不了 要不然就是不敢写 总之吧 我就是被这本书 给骗的真的特别想骂人 你妈的这个Kindle 这个豆瓣 推荐 居然说它是排列第二吧 受欢迎的 完了呢 底下留言里边也说 哎呀 通过它这本书 我们对民主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 气死我了 得 不说了 我们下期接着说 又开始咳嗽了 我现在还没确诊 但是估计是变态哮喘 拜拜 我现在还没确诊 我现在还没确诊 我现在还没确诊